來來來,就是這個 兄店外露 最後一道 這是什麼鬼 飛出來了 兄店根本就只能這個點嗎? 災難 哈囉,大家好,我是萍萍茂峰 今天呢,是非常稀有的 甚至可以說是 我從淘寶掏了非常多的衣服 那為什麼要突然這樣子大採購呢? 因為最近越來越多人 發現我的衣服都穿同一套 沒錯,我今天又穿了從北歐買回來的衣服了 最近開始在Instagram上面 FB粉專 YT 都看到有人說 萍萍又穿這一件了 萍萍這套衣服呢,出現在各大平台上面 就開始會有這樣子的言論 所以呢,我覺得 身為拍影片的人呢 還是需要穿多一點的衣服 讓大家看了會有新鮮感 然後不要都穿同一件 我上上禮拜從淘寶掏了 一堆衣服 今天終於到貨了 好,非常大一袋 包裝就是這樣嗎? 對啊,他的包裝就這樣啊 他包裝看起來真的是有點像 呃 你一開始看到的時候還以為是垃圾 但是他就出去 節省支援,不會過度包裝 然後呢,我買了這些衣服 非常的多 開箱囉! 今天我記得要戴剪刀了 我以為要幫我立拆 一戰 對 對 哇 真的蠻多的 那我現在就來一一拆開他 這是什麼,這是什麼鬼 這是什麼鬼 這是什麼鬼啊 他的胸墊是直接在外面嗎 這個顏色是 哦,而且還是龍毛的耶 我的天啊 這個 你會買這種青蛙色哦? 我該肯定這一件 原本也是不長這個樣子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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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現在要試這些災難衣了嗎? 欸 現在不要挖災難衣 搞不好還不錯 那我們就來 試穿 第一件 這個嗎 這有點難 有點難說 你這個肩膀線是不是怪怪的 肩膀線 沒有啦 肩膀線一定是這樣啊 因為這個下面一定在這裡嘛 對不對 我不可能這樣往上拉 往上拉就這樣耶 所以一定是這樣啊 好啦 褲子是比想像中好 對對對 褲子還行 但上衣的肩膀線真的很迷惑 但是我剛挑第一套的時候 我原本想說 挑一個就是看起來比較那麼災難的 結果看起來就好像 還是有點災難 下一套 下一套 第二套 欸你剛才瞧不起的那個襯衫 好像看起來有比較好一點耶 這看起來比較像OL的感覺 對就有點氣質小姐姐的感覺 對在辦公室會看到像你這種人 他說給過給過 對給過 這個真的給過 好來 第三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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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剛才差不多襯衫 我們就先把襯衫內穿完 然後他的襯衫內呢 基本上 我是覺得都還不錯 因為畢竟 就是很少遇到我們的那個 就是胸部撐不開的那個襯衫 但是這一套的顏色 有點像是在家的睡衣 我覺得這樣睡衣是不是 其實這褲子我也覺得有點宅難 這褲子我覺得 我覺得穿起來超級亮熊的 就是有點覺得你顯胖 然後而且 這種褲子平常就不會穿出去啊 對不對 完全不會吧 那褲子就是就是不會穿出去 說不定 可能要給阿姊在家穿睡衣了 剛剛那件車身材比較好 剛剛那車身材比較好 所以這件比較好 這件你就 如果你哪一天在家有興趣穿睡衣的話 你就穿這樣 太窄了吧 這樣就睡衣 下套 下一套 第四套 第四套 這個好像看起來就是 蠻正規的那個上班族穿著 可是這個褲子太鬆了 哇好鬆喔 等一下 你給大家看一下怎麼鬆 拉一下 這麼鬆 後來他的那個下面的垂墜感 其實是還蠻好看的 看起來這真的很像是正規的OL 對 你好 來接待員接待員 長官好 這邊請 請把那件粉紅色的那件推回去 對 買來就沒有後悔的餘地 好啦 這件給過 這件給過了 這一套還不錯 這個可能 要再細個皮帶 這樣 這細個皮帶應該就 蠻好看的 好啦 來吧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非襯衫類了 看不可以很精彩 下一套穿什麼 下一套就穿剛剛那件超短的上衣啊 喔你就這個喔 你剛剛不知道他看起來很災難 不會啊 所以穿起來有意外的效果 那我來穿看看 總比這件好 這件是直接 胸墊外 胸墊外露的衣服 這個最後穿 這個最後穿 這個壓軸壓軸 我來穿這個 好 先穿這套 第六套 這看起來好像還行耶 這件效果看起來蠻驚人的 這效果好 這樣還不錯 可是你穿起來跟那個 淘寶上面的model穿起來完全不一樣 這件感覺可以在就是 直播的時候 特殊節日的時候穿 這件好像還算性感 結果一開始以為很災難的衣服其實還好嘛 帥性風 帥性風 對這還蠻帥的 原本覺得最災難的衣服 所以以後我們的選衣方向就是看起來最災難的衣服 我們就去選越災難的衣服 我們就買來穿 好OK 可以給過了給過 這個給過這個給過了 好那我們就換 再換下一套 登登登登登登 災難 情況一來了 等一下我真的覺得 超級災難 這個顏色非常的螢光耶 它是為了要保護你 在走在路上的時候 不要被車撞嗎 這個顏色我真的是沒有辦法接受 但是這個材質技我也沒有辦法接受 它是比較那個龍毛一點 我不知道這什麼 這什麼材質啊 這感覺一下子就會起毛球 這絕對 我跟你講這絕對下來不要起毛球 反正這一件完全 完全不行 青蛙人 這大概是我今天第一套覺得就是 完全不OK 這連這裡材質都有點沒有辦法 這圓圖找這個樣子 有點難過 蠻便宜的 哈囉青蛙 下一套 下一套 啦 倒數第二套 這個 這個 原賣原來safe的衣服 結果反而 比較不行 這爆成這樣怎樣 太爆了啦 這種完全不能穿出去 因為這個其實沒有很小介 版型可能就不適合我 好啦不然其實這樣搭是還蠻好看的對不對 對啊蠻好看的 然後這件褲子還不錯 我覺得這件褲子的版型應該算是我目前為止 最喜歡的 只是它散發出來的那個臭味是怎麼回事 對對對 它是有一個化學臭味的 好啦好啦趕快下一套 下一套 下一套 啊下一套 好那這個是怎樣 非常安全牌 就是一個 安全牌 但真的必須跟大家說 我們穿這種衣服的時候 側面看會很災難 對我們穿這種衣服的話就會 很常被說 欸你是不是胖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這邊像一個一直線 所以看起來就比較 比較胖一點 所以比較少穿這類衣服的原因 看起來 對 胖 好 下一套 來倒數第一套套 一樣 一樣的問題 哎呀 對就是不然這個 這個型眼看蠻好看的對不對 蠻好看的 但是 太爆了吧 爆開沒有辦法 好來 下一套 下一套 嗯 倒數第二套 欸這套我覺得還不錯 欸 這套搭起來 搭起來還蠻帥的 欸這件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這件就是正面看起來 好像蠻安全的 而且其實側面就是有點 可看成嶺 側成風的感覺 對這件這件給過 給過 對給過 OK 好來 最後一套 到底是不是宅男 最後一套是哪一件 給大家看看 來來來來 就是這個 兄店外露 霸氣外露 兄店外露的衣服 究竟穿起來會怎麼樣呢 好來 哈 最後一套 這是什麼鬼 這這這 這看起來完全不是讓你穿出去的啊 都溺出來了 兄店根本就只能這個點嗎 不是不是 這個原本model穿起來是這樣嗎 model穿起來不是像這個樣子 這看起來有點有點太誇張 我覺得 而且那個窗外套 因為我剛剛穿完之後發現 真的有點太誇張了 所以我就 所以我就套了一個 套了一個襯衫 這件完全不行啊 這完全不行哦 原本想說 那個因為這次都買比較 就是氣質款的 然後想說 來來一個就是 那個稍微火辣一點的 結果呢 災難 這這真的是災難 這太 太災難了吧 這件可以直接 呃 當成什麼東西 呃 胸罩嗎 穿出去 少穿出去就沒有辦法 這個真的是有過災難了 我覺得有點難過 今天 今天災難的衣服 大概就 就兩件嘛 這完全不能穿啊 哦 我都看不下去了 快換掉快換掉 好啦 我們今天的試穿呢 就到這邊結束 總共十幾套的衣服 然後呢 總共買了 這是我第一次在網路上 就是買這麼多的衣服 平常我們比較沒有辦法網購 因為就是如果沒有試穿的話呢 就是會發生像剛才一樣 就是這麼災難的事情 對 因為我們就是那個上圍稍微比較大一點 所以挑衣服真的是會比較困難 大胸部野獸 大胸部有煩惱 然後就是剛才這堆衣服裡面 大概大概有四五件是 是災難吧對不對 對 對 至少三到五件是災難 果然左聞不假 一分錢一分貨 對就淘寶的東西 基本上就是這個樣子 對 就是想要 如果想要便宜的話呢 就是會 那個品質比較 撐吃不起啦 但當然還是有喜歡的 像我現在 穿這一套 我自己就蠻喜歡的 好 那我的人生第一次 淘寶大採購 試裝結束 那之後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穿不一樣的衣服了 如果還有想要看我穿什麼樣的衣服 也可以下方留言給我 就不要太誇張就好 就不要 不要像這一件 這一件鬧的也是什麼 不要像這一件就好了 我是瓶瓶瓶瓶 下次再見